嗨,大家好,我是Rose,石金霞 今天又是有好消息 在美国,大家看我笑周颜开 每天都有好消息 而且这好消息都是从最高法院传来的 继前面的最高法院判定纽约州禁止隐蔽持枪违宪 推翻了100年的违宪的纽约州的决定 然后又推翻了49年前半个世纪之前的罗素韦德案 是吧,然后把这个关于这个堕胎 那么应该是如何处置 把这个权利啊,这个归还到了这个各州 那么今天呢,今天上午啊 6月27号,2022年6月27号 今天上午最高法院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做出了一项重大的裁决 这又是一项可以说是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裁决 就是呢,他们判定华盛顿州布雷莫顿学区 高中橄榄球教练乔肯尼迪赛后在赛场祈祷 受到第一修正案的自由行使 受到第一修正案的自由行使和言论自由条款的双重保护 也就是说,这个该学区因为这个高中橄榄球教练乔肯尼迪 在赛后,在赛场上进行个人的磨倒 而对他实施的处罚就侵犯了他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哎呀,这个真的是一个,这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判决 这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判决 我不知道大家呢,有多少人知道第一修正案是怎么回事 我这里呢,就是有一本书 这本书呢,就我推荐给大家 这本书我是推荐了十几年了 这本书呢,叫做美国的历史文献 是这个赵一凡主编的 赵一凡就是当年跟那个许晓啊,石铁生啊 他们都是好朋友啊 是,这本书是1989年出版的 这个是三连书店啊 叫美国的历史文献 大家可以呢,看看能不能买到啊 它可以方便呢,你去了解这个美国的啊 这个基本的这个历史 还有重要的那些历史文献 其中呢,有美国的宪法 然后呢,还有美国的权力法案 那么这个美国的权力法案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当这个宪法啊 就是合众国的宪法制定了之后 那么这个宪法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妥协的成果 真的啊 那么制定了之后呢 就是美国人呢 就是认为呢 就是他其中的缺少权力法案部分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呢 就是 美国人民认为啊 我们这个人民主权啊 我们靠我们这个浴血奋战啊 然后换来的这个基本人权 我们要能够在宪法中有明文规定 于是呢 这个就进行了呢 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关于这个宪法的修正案啊 那么 首届国会呢 就通过了其中的12条 然后呢 各州又最终呢 批准了10条啊 这个就是1791年12月15日正式生效 这就成为美国宪法的头一批修正案 也就是人权法案啊 那么这个人权法案就是权力法案啊 那么它的基本意图呢 就是遏制中央政权的强大趋势啊 就是呢 你要控制这个联邦政府的权力啊 明确的规定联邦政府所不能做的事情 那就哪些事情你是不可以做的啊 那么同样啊 各州的人权法案也都有类似的限制性事 那就是说 你要了解美国的法律 美国的法律 它不仅规定了 说你联邦政府可以做什么 就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可做的是有限的 他可做的是有限 就是在宪法上没有写出来 你可以做的 你就是不可以做啊 另外呢 他还特别的啊 特别的明确的规定了 你不可以做的那些事情啊 尤其特别突出不可以做的啊 那么就是为了突出民众和个人权益的不可侵犯啊 其中的这个第一条修正案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啊 就是最高法院判定啊 这个这个橄榄球教练啊 肯尼迪所在的学区啊 对他的这个处罚是侵犯了他的他的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嘛 那么第一修正案是什么呢 我来给大家读一下第一修正案 第一修正案是 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 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是关于宗教信仰的 关于宗教信仰的 这个它是一个双重保护 什么双重保护呢 就是一个是 你不可以说把某一个宗教确立为你这个国家的国教 就是你不可以确立一种宗教 但是同时你也不可以禁止信教的自由 你也不可以 就是如果人家已经有这个信仰 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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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 这个宗教了 是吧 你不可以给人家禁止 你不可以禁止啊 那么 然后还有呢 就是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 即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权利 这就是第一修正案啊 这就是第一修正案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说啊 最高法院就判定啊 这个华盛顿州布雷默顿学区 他对这个高中橄榄球教练乔肯尼迪赛后在赛场祈祷 一时实施的处罚 侵犯了他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呢 因为什么呀 因为啊 这个啊 这个 肯尼迪啊 他是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在做什么事情呢 我来给大家呢 把这个啊 就是 他这个事 他这个事件啊 给大家 给大家呢 就是回顾一下 啊 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给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事呢 实际上啊 是2015年的事情 啊 现在是这个 2022年啊 都已经7年过去了 就这个官司 已经达了7年了 啊 那么 这个橄榄球教练呢 乔肯尼迪 啊 他呢 曾经呢 接受采访啊 就是呢 呃 这个有一个字述啊 就是说 就是他说 祈祷使我被靠边站 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仍在努力争取重返比赛的原因 啊 他说呢 呃 我是一名橄榄球教练 是吧 我呢 就是啊 一直被靠边站 不是因为我没有赢得足够的比赛 而是因为雇用我的学区 啊 这个呢 他们这个布雷默顿学区啊 迫使我在信仰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 那么他呢 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啊 就是做教练的呢 是从2008年啊 他说 我从我执教的第一场比赛之前 在2008年呢 我就向上帝承诺 每一场比赛后 无论输赢 我都会为 我有机会能成为一名 足球教练啊 注意这个足球啊 就是美国说的football啊 就是橄榄球是啊 就是橄榄球教练 以及为我所有的球员感恩 这是我看完电影《面对巨人》后受到的启发 我以前曾经给大家推荐过这部电影《面对巨人》好像在我的读经栏目里边啊 如果您没看过您可以去看一下啊 《面对巨人》它是一部福音电影 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 也是一个橄榄球这个教练啊 他呢 如何呢 就是靠这个信仰啊 然后靠这个祷告啊 然后使他的这个家庭啊 走出了这个阴影 也使他的这个这个教练的这个这个事业啊 走出了阴影 然后带领他的球员们 最后呢 就是这个克服了困难 取得了胜利啊 那么然后 这个肯尼迪说 他就说 他就是看完这个电影《面对巨人》之后受到了启发 他决定 每次比赛之后 不管是输还是赢 他结束之后 都会呢 为自己 为自己的球员而感恩 而祷告 那所以说他说呢 这个从2008年开始 就是每一场比赛结束后 他都会自己啊 走到球场中央跪下 做一个简短的感恩祷告 但是他没有想到啊 就是这种简短的 简单的 个人的感恩祷告 竟然使他失去了工作 而且 而且啊 就是说 这个企业呢 不是投诉 而是什么呢 而是因为呢 学校附近的管理人员对他这种行为的称赞 啊 引起了关注 然后学区 就指示他说呢 你呀 就是不带领球员一起祷告 那么你就可以祷告啊 你就可以祈祷 啊 那么他 他当时也没有啊 也没有反对 他觉得啊 这个 我就遵守这个命令吧 是吧 我就 反正就是我 我会自己祈祷啊 我是自己祈祷 但是随后呢 学区又发了一项新政策 说 说什么呢 说你呀 你不能在别人能看到你的地方祈祷 大家想一想 这是不是侵犯了他的 他的自由 第一侵犯了他的信教的自由 啊 你必须得在别人看不见你的地方祈祷 然后第二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 啊 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啊 所以呢 他们说啊 这个学区说 你只允许这个肯尼迪 在没有人看到他的地方祈祷 他就是这个 华天下之大吉啊 是吧 这不就是我的信仰 就变成了 我应该感到羞愧 应该隐藏的东西吗 所以呢 他就拒绝了 这个学区对他的这种非礼的要求啊 那么 然后呢 这个 他最后一次担任教练啊 的比赛呢 就是他们这个 这个比赛前的几个小时啊 学区就给他下了最后的通牒 说啊 如果当晚比赛结束后 他要祈祷的话 学区就暂停他的比赛 啊 这个肯尼迪 他自己是一个呢 美国退 海军陆战队 队员 是个退役的啊 美国海军陆战队 队员是个退伍兵啊 他内心感到非常的这个震惊啊 我怎么可以这样 是吧 那么我本来 我是会为捍卫 美国人的宗教自由权 而献出我的生命的 我曾经是一个海军陆战队队员呢 我曾经宣誓过 为了捍卫美国人的这个人权 是吧 美国人的自由 我会献出我的生命 那现在 我个人的这个权力竟然被剥夺了 这是错误的 这是不公正的 所以 就是在2015年的10月 啊 那个寒冷的晚上 他比赛之后 他照就 啊 在这个比赛都结束之后 他在赛场上祈祷 然后就被停职 被解雇 然后呢 他唯一的出路 就是通过法律诉讼 来维护他自己的言论自由 和信仰自由的权利 也就是说 学区啊 该学区就侵犯了他的啊 这个权力法案呢 就是第一修正案 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 侵犯了他的信仰自由 现在大家理解了吧 啊 那么 他这个案子呢 就是他这个案子呢 就一直留在法院待判 一直留在法院待判啊 就是就这样 就这样 一直到今年 从2015年发生了之后 他开始上诉 是吧 啊 走法律途径 然后一直到今年 就刚刚今天上午 2022年的6月27日 最高法院啊 才做出了一个终审判决 宣布 他胜诉了 啊 这位为了自己的权力而战的退伍老兵 是吧 啊 他 为了不让公民的个人权利 公民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被政府侵犯 他就真的是孤军奋战了 孤军奋战了 到现在就是七年之久 啊 这真的是啊 这真的是相当令我们这个敬佩的啊 那么他这个是 他 他是呢 先是向那个学区提出诉讼啊 然后呢 就是始于地方法院 然后呢 上传到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最终到达了美国最高法院啊 啊 那么美国最高法院呢 啊 其实一开始呢 接到之后是说不审理他的案子 那么 原因是什么呢 啊 阿利托 托马斯 格萨奇和卡瓦诺啊 这四名保守派的大法官呢 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 这是去年啊 说呢 说肯尼迪的这个案子呢 还不准备审理 因为呢 某些重要的事实问题仍未解决 但是呢 他们为应该如何审理此案 制定了相应的计划 这是去年啊 那么所以呢 这就是啊 这个案子啊 这个案子的这个缘起 啊 这个案子的缘起 那么 现在大家了解了这个 是吧 现在大家了解了这个 你就能知道啊 你就能知道 就是 为什么啊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案子 因为呢 自从 自从呢 就是这个要追溯起来 这个要追溯起来呢 就是要追溯到 这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啊 真的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啊 这个要注意这个最高法院这次裁决呀啊 这个是为什么他们去年接到了这个案子没有审理而一直到今年你看这过去了过去了这么久才审理是吧 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裁决 因为呢 就是这个裁决就意味着在美国在公立学校非政府性质的祷告等宗教活动不再被视为违反正教分离原则的活动而重新受到宪法的保护 也就意味着任何一所学校啊都不得在审查禁止歧视校园内个人性质的宗教活动 这就相当于部分的推翻了 想当年啊上个世纪啊就是一九六二年以来最高法院呢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多次做出的在公立学校由学校强制的祷告和自愿的祷告军属为宪的判决 哎这是美国的堕落呀不是说啊不是简单的说啊从奥巴马开始堕落的或从拜登开始堕落的奥巴马和拜登都不是源是流 啊就美国的堕落是从上个世纪啊就是你看啊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就开始的啊 所以你像那个罗素啊罗素韦德案是吧啊那就是上个世纪也是上个世纪哈哈啊 然后呢这个啊也是推翻了啊最高法院啊在上个世纪也是上一九六二年以来啊 就美其名曰是啊是说那个要政教分离实际上就是对什么对这个个人的啊这个宗教信仰的啊对个人的这个这个这个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的严重的侵犯 而且你要知道在美国是吧是有目前好像是有80%以上的人是基督徒 其实这个比例已经下降了啊在在在在之前啊就是是有90%以上是基督徒的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从90%降到了80%就与1962年以来的这个啊最高法院的多次的那种啊就是说这个祷告啊是违宪的啊是这都有关系啊 所以现在这个高院是吧重新啊估量这样的案子对肯尼迪这个案子的判决 这就是再一次让美国回归建国先贤设立的宪法 回归美国啊这个基督教传统价值观迈出的又一大步啊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判决啊 因为美国是一个什么它不是成文法它是判例法啊 就说为什么说你1962年以来的那些判例就特别重要 因为因为你最高院做了这样的判决啊 你审了这个案子然后你对这个案子你判定这个政府是违法的违宪了是吧 侵犯了个人的言论自由了侵犯了这个个人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了 那么以后再出现类似的地方法院就要以这个最高院的这个判例做标准 这是叫判例法啊 这叫判例法 那么所以说呢 之前的那种判例啊 就是说判定你个人你你是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啊 你这个活动是被禁止的不允许的 那么你想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产生的影响就是大家会认为你的宗教信仰是是错误的啊 你是不可以在公众面前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 我我要祷告是吧 如果我吃基督徒我吃饭的时候我要做泄饭祷告 那你不可以在这种场合做泄饭祷告 这多么可怕呀 是不是侵犯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侵犯个人的言论自由啊 但是真的过去他就这么判 这是这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堕落呀 他已经堕落了很长时间了 真的已经堕落了很长时间了啊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振奋的啊 也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啊 一个判决 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呀 就是但是他不是说基督教不是他的国教 对但是他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啊 因为早期的这个国父们啊 建国的国父那些founders是吧 他们80%都是基督徒 独立战争中战场上的指挥官大部分都是牧师 是吧 他们是放下枪支就穿上黑袍登台讲道 最初的美国的早期的那些长春藤大学的校长 是吧 也都是牧师出身 最初的什么哈佛大学这些学校 本身都是什么都是啊 这个教会学校啊 是吧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公立学校 不仅仅是允许 并且是鼓励祷告的 因为祷告是我们这个卑微的人啊 和我们至高的神之间的沟通啊 是我们基督徒灵里的呼吸啊 是吧 那么是我们向神认罪悔改 与他亲近 从他那里获取智慧力量 是吧 这个更新我们的灵命 这个吃马拿的这个唯一的途径啊 是吧 也是我们各行各业 整个社会繁荣 稳定和谐发展 昌盛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不二之法门啊 是吧 所以说呢 自从1962年啊 约翰逊总统和当时的国会 立法禁止公立学校祷告之后啊 美国的社会风气就就一天不如一天 江河日下 青少年犯罪下 然后离婚 离婚率啊 大增 婚外情 堕胎 吸毒啊 然后像现在什么大麻合法化呀 什么同性婚姻合法化呀 这这都是啊 这个滥伤啊 这种泛滥呢 那么直到2020年1月川普啊 他颁布了总统令允许公立学校祷告 但是他随后他就离任了呀 是吧 因为这个大选呢 这个被窃选了嘛 是吧 所以他就没有贯彻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最高法院啊 最高法院在2022年的6月27日的上午啊 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裁决 这真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啊 这是继这个川普总统颁总统令允许公立学校祷告之后 最高法在2022年的6月27日 重审这个肯尼迪案 然后判定这个政府啊 侵犯了这个公民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 捍卫了这个权力法案的第一修正案 是吧 这这真的是一个意义重大的 意义重大的胜利啊 这个我们就是看到美国啊 真的美国啊 就是不会堕落啊 真的 后边肯定最高法院还会有一系列的啊 这个大案啊 还会再再出台 他们肯定是要乘胜追击的啊 就是要恢复美国的基督教的传统 是吧 要让美国的校长啊老师是吧 家长是吧 可以自由的带领学生带领孩子敬拜上帝 赞美上帝 向上帝祈祷 我们期待着那一天早日到来 这是一个一个起步啊 这是一个起步 但是这个起步就很重要啊 是吧 所以呢 我相信这个这个天使也在为美国欢呼啊 因为你必须要美国人民回转啊 然后这些大法官们是吧 他们呢能够坚守他们的信仰 能够坚守捍卫他们手中的啊 这个宪法是吧 然后捍卫这个这个权力法案啊 然后呢 当然也离不开像肯尼迪这样的人是吧 以及支持肯尼迪的那些人 要不然他一个人怎么能坚持下来呀 从2015年一直到现在 2022年长达七年失业呀 是吧 不能一个一个橄榄球教练 不能回到赛场上 然后呢 这个不能去接触他所热爱的孩子 不能在赛场上 这个驰骋赛场 这个这个萨爽英子 他该多么的痛苦啊 但是他坚持下来了 感谢上帝 哈利流亚 真的是啊 大家一跟我一起分享这个快乐吧 让我们一起为美国祷告 让我们一起为啊 这个英勇的啊 这个美国人民是吧 让我们一起为啊 这些捍卫真理的 捍卫宪法的啊 回归传统价值的啊 这些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真的是他们也是不畏哈 那种啊 这个威胁 啊 不畏呢 这种啊 这个各种各样的啊 就甚至有这个 给他们寄这个什么 这个死亡的恐吓信呢 甚至围堵他们的这个家门呢 反倒激起了他们呢 就是为了正义 为了捍卫宪法的尊严 捍卫人民的权利而战的这样的勇气 那么相信上帝也会更加的加增 他们的勇气和智慧 让我们一起为美国祷告 欢迎大家点赞 转发啊 把我的节目啊 把我的频道 推荐给更多的人 让我们一起啊 为这个世界 为这个世界啊 能够重回这个 这个啊 他本来应该啊 在神眼中看为美 看为正的这个正道 而一起努力 哈利路亚 祝福大家 利用 Carla 我们下一个 IC 他